你在打開遺體 看那個遺體以外 那個遺體就是你啊 我的母親 她當初是說 讓我辛辛苦苦念了七年 我竟然是去做法醫 她不同意啊 你也知道年輕人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 你不准啦 但是我就偷偷地去考 考過了我只是告知你一生 法醫工作的趣味性 真的是比醫院的工作還要有趣啊 你不會撿得累 你反而會覺得 欸 我再做一個我喜歡做的事情 我只記得那時候第一件去 到桃園市立殯儀館的時候 那時候戴著手套 剛碰觸到遺體的時候 哇 是冰冷的 那時候其實是嚇一跳 因為以前在醫院裡面 我們的病人不會是冰冷的 你如果看過什麼事可以做 什麼事不能做 你看了就知道 酒可不可以喝 酒就是毒 對法醫來講 酒精性肝硬化 酒精性心肌病變 酒精性腦病變 對我們來講 這是時空見關 每天幾乎都要看到的案子 你再打開遺體 看那個遺體以外 那個遺體就是你啊 跟活著的人家吧 我們老實說不知道對方在想什麼 那跟往生者 你不管是在做香驗或是解剖 主要你是在幫他看他的死因 就是呈現在上面 也不會隱瞞你 也不會掩飾 但是最主要是要靠你自己 去把它發覺出來 對我們而言 每一個案件可能只是我們 生命中的每一天的其中一件 可是對死者的家屬來講 那是全部 如果照顧好